好,那我們的第二種SprayTree 那第二種SprayTree就是up-down 好,那我們先這個 該來講一下,就是 這個SprayNode也一樣,就是 你剛剛搜尋到的那個點 或者剛必須設定的那個點 或者是 假如你這個點是被刪掉的 那你的點就是 就是這個SprayNode 那再過來,第二個情況就是 我們這個刪當是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那目標也是一樣,是要想辦法把這個SprayNode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那你這個由上而下的話 它的方式就是 把這個SprayTree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那一個大部分就是 比較小的值 放在一個Mineachie裡面 就是比這個S還要小的,把它放到一個Mineachie裡面 另外一個大的部分是 比這個S還要大的 把它放到一個Mineachie裡面 第三個部分就是 SprayNode它是一個Mineachie 也就是直接一個點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成這三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也一樣 我們用這個範益來把 Demo一下 那 基本上你這個每一次在做 在做這個SprayTree的這個 更換的時候 也一樣喔,每次就是 木兩個Level 像木兩個Level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做Location 好,那最後 最後 最後 我們就把那個 小的Tree還有大的Tree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以我們的SprayNode為路 這是最後做這個事情 好,那我馬上去開範例喔 這個範例啦 就是跟剛前面的那個 BuntonUp的範例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樣的情況 好,那就是假設我們這個 有一次啊 搜尋到這個木 那我被搜尋到了 現在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 把它推到我們 那現在我們推的方式是 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就看到了 由上而下 那所以呢就是 未來我們都看到一個子啊 比5還要小的 我們就把它放到左邊的 這個Tree裡面 如果比9還要大的 我們就把它放到右邊的Tree裡面 簡單的概念 就看到這樣一個情況 那所以呢這個 你至少就是 往下看 看這個三層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這個Tree就是 1跟這個9 那我們可以看到 1比這個5還要小 所以呢1就是放在左邊 放在左邊 然後9比這個5還要大 所以就放在右邊 那我們會分別建造兩個Tree 一個Tree是比5還要小的 另外右邊這個Tree是比5還要大 好 那這時候咧 我們這個1跟9 這 這兩層我們就處理完畢了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處理這個 827的情況 那827的情況的話 這個8比5還要大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右邊 然後呢另外一個2比5還要小之類 然後放在左邊 那你放在左邊 都放在右邊的時候 其實概念還是非常 非常單純的 雖然它整個演算 看起來有點複雜 可是這個中心的概念還是很單純的 你左邊或者是右邊 仍然是一個MASNG 所以咧 你8能夠放在什麼地方 8當然必須放在9的左邊 因為8比這個9還要小 所以我們必須放在9的左邊 那這個2比這個1還要大 所以它必須放在這個右邊 就把它放進去 那放上去的時候咧 跟隨這個8 跟隨這個8的這個I 它本來這個8就變得上了 所以它仍然在這個地方不會變 還有這個2 2原來是這個 在這個地方是 1是左邊這個2的3 那左邊的這個部分的話也不會變 所以這個8的2我們處理關閉了 那再下來呢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 往下看好 7 6 3 那我們知道這個7 6 3 這個是 這個是在左邊左邊 那這個7 6啊 都比這個還要大 所以它應該掛在右邊這個 大的那個區上面 那掛上去的時候 你也知道這個7比8要行 所以你就直接把這個部分去掛上來 就是7跟6 無法掛上來 然後這個 掛的方式就是 它先 它這個是 也要做一個location 做一個location的時候把它掛上來 那所以這個掛上來的情況就是 這邊有6 這裡有7 掛上來 好 那再過來送下的部分就是 3 4 那這個 3 4這個也是 先做一個location 然後把它掛上來 那就變成那一個情況 那這個 4比2還要大 所以這個是2的右邊 然後這個3比4還要小 在左邊掛上來 那這樣完畢之後呢 最後的這個符號 我們就做一個 所以最後你就把我們把它做一個 好所以這個 剛剛所談的是 我們的這個 Top Down的Spraytree 那這個Top Down的Spraytree 跟我們的Button Up的Spraytree 到底有什麼樣不一樣 那這邊就是 這個是之前 他們在研究這個 兩種3的時候 他們所發表的論文 那這個論文裡面說啊 這個Top Down的Spraytree啊 真正在執行的時候會比 會比這個 發展up 還要快 在真正執行 這個實驗的時候啊 他們發展這個Top Down是比較快的 好以上是我們這個chapter的 這個內容 好那接下來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atiWay 車子Tree 那我們這個之前所看到的Tree啊 你可以這樣想 基本上就是MaiTree MaiTree的話 感覺上就是2位 就是左邊一條路右邊一條路 基本上是2位 所以我們的這個第10章 我們所談的是MaiTree MaiTree 兩條路 那MatiWay的就是多條路 也許我們來現在看一下 後面這個反例 就是 你每一個點裡面喔 在這個Tree裡面 像這個是树立位的喔 你每一個點裡面 他存上的資料 就不止底資料 那我們這邊是树立位的話 所以你每一個點裡面的話 你存了兩筆資料 存了兩筆資料 那利用這兩筆資料的話 馬路就分成三條路 比20還要小的放左邊 在20跟40之間的 我們就放中間 比40還要大 我們就放右邊 所以這個自然就變成三條路 然後再過來這個 中間這個20 25還有30這個喔 比25還要小的放左邊 那這邊沒有資料喔 然後呢 在25到30之間的 我們就 放中間 然後在30 右邊的 我們就放在右邊去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 3-way的一個設置區 那我們先來解讀一下喔 這個3-way設置區的話 我們下面這個地方 我們說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ABCD 就代表這個 Node的編號 這個NodeA 那NodeA的話 他裡面有兩個資料 所以這個都代表意思呢 這個二代表他裡面 存號了兩個資料 這個各位要進行喔 這個二代表他裡面 存了兩筆資料 有兩個資料 好 那這塊這個B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B是 比這個最小的資料 還要小的那一個內容 放在什麼地方 就是比20還要小的 他放在B那個Node 比20還要小的 他放在B那個Node 再說一遍喔 就是在這裡面 20跟40 那最小的這個20 比最小的還要小的 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B這個點 放在B這個Node 然後再過來這個20C什麼意思呢 就是 比20還要大的 但是比下一個還要小的 20之後放哪裡 20之後放在C裡面 所以這個25跟30啊 都是這個20之後的 放在C裡面 再過來40D什麼意思呢 OK 40之後放哪裡 40之後的我們就放在B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範例看一下 B的話他裡面放了兩米資料 所以這個應該是2 然後比這個比這個10還要小的 這邊沒有東西的 沒有 所以他指向這個名義 然後在這個10之後的 這邊也沒有東西的 所以這個10之後他指向這個名義 15之後也沒有東西 所以15之後勒 他指向也是0 那我們再看一下 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C好了 那C的話就是 他也是兩米資料 那比這個25還要小的 他指向沒有 就是0 然後勒 在25之後 他指向1 所以這個 這邊也有一個1 這個比30要大也沒有 所以這邊是0 好 那大概就是 一齒列推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tree 用這個概念 把它 把它顯示出來 第三個tree 這個 這個是我們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出來看的時候 他是一個 這樣一個情況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正式一下 這個正式盯一下 這個 m位的 sub3 Marty位就是你有多條路 那我們這邊的路的這個數量 就是m m條路 好 所以呢 這個 我們看一下 Foot的話 他最多有m的sub3 m條路 m條路的意思是 並不是說你裡面有m的資料 那你裡面最多可以m-1個資料 m條路 所以m-1個資料 那所以他最多會有到m的sub3 那他這個 在這邊 我們的這個 結構上是怎麼表示的呢 這個n 代表你那個點 就是我們剛看到這個 這個n代表你的這個資料量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2 就是這個代表你的資料量 所以這個n代表你的資料量 那這個a0就代表你 比最小的還要小的這個 那個sub3 鎖在的位置 就比這個2閃要小在哪裡 在v這個 這個上面 所以v就是一個sub3的一個point 再下來 k1跟a1 這個a1也是一個sub3的一個point 那代表我們意思 在k1之後 那所以簡單講就是 k1跟k2之間的 在這兩者之間的 那個sub3 那個tree的point就是a1 然後在這個兩者之間的那個point就是a2 那或者我們簡單講就是 在k1之後的 那個sub3就是a1 在k2之後的sub3就是a2 然後在這個 好這下也是這個 k1跟k2的大小關係 那你這個資料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k1會比k2還要小 我們剛剛這個方例也是喔 這個20比這個40來講的話 20比40還要小 左邊的比較小 右邊的比較大 所以我們的這個 k1跟k1加1 有這個特性 就是k1是比k1加1還要小的 那再下來就是 再下來就是這個a1 a1是什麼?a1是放在這個k1之後的 所以它的內容 說比這個k1還要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個法例喔 就是 這個20之後的這個sub3 裡面所有的值都是比20還要大 但是比40還要小 所以就介於20到40之間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 20之後的c 所者的sub3 它的內容在20到40之間 好那也就是我們這邊所談的 這個a1的這個值 裡面的內容呢 都比這個k1加1還要小 但是都是比 這個k1還要大 所以就是剛剛看了 k1到k2之間的這個a1的sub3 它的內容它的值啊 就介於這兩個之間 好那再過來就是 我們的這個m-way的sub3 m-way的sub3 基本上也是一個 wikers定義的 那所以呢這個每一個a1 它也是一個m-way的sub3 它是根據這個定義的 那我們的這個 最多是有m的sub3 那這邊看到就是到kn 所以這個n的值啊 會比這個m還要小 n小為等於m 好那再過來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做搜尋 那這個搜尋的概念其實我們如果看上面這個範例 也非常單純 我們要怎麼進行搜尋 跟m-c其實非常類似 我們如果想要看看說這裡面有沒有這個28在裡面 那非常簡單出入的開始 那這個28呢 借於這個20到40之間 所以它所做搜尋下來 然後再過來呢 這個28在25到30之間 它所做搜尋下來 好那就找到了 那如果你要看看說 60有沒有在裡面 那60有沒有在裡面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2040 那60在這個 40的右邊 所以它應該是搜尋的內容下來 然後呢 這位4050 如果60在裡面的話 它應該在50的右邊 那50右邊是沒東西的空的 所以60沒有在裡面 所以我們只不過是把這個 兩條路的m-tree 把它變成m條路 那所以搜尋的概念 其實跟 那一區非常類似 好所以呢 這邊 這邊抬的東西啊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搜尋的概念 就是 假設你 要搜尋的這個資料啊 正好跟你的Ki的值 是一樣的 那你就找到了 那如果不一樣呢 那不一樣的話 非常簡單 你就往下 看它的範圍在什麼地方 你就往下搜尋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不會有問題 再下來是 我們這個 tree 到底有多少個點 那 這個tree有多少點呢 因為我們 我們有m條路下來 所以你的這個路者 他有 像這邊的話 三條路 你的路者這邊有三個小孩 然後每一個點往下來 最多有三個小孩 最多有三個小孩 所以呢 我們m條路的話 就是 每一個點往下 最多有m的小孩 所以我們從路的往上 這個 往下看 這邊有一個點 所以呢就是 m的零次方 這塊往下 你有三個小孩 你有m的小孩 所以就m的零次方 你有m的零次方 再下來 每一個點往下 都有m的小孩 每一個點往下都有三個小孩 所以 就是m的零次方 好 好 那 這塊就是 那我們看這個tree的高度 假設這個tree的高度是h的話 假設tree的高度是h的話 那你最多就是 加到 m的h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全部相加 那事實上就是這個公司 一樣的齁 你的全部的點 如果你的degreesm 然後你的h是h的話 你到底有多少個點 Massima有多少個點 好 那這個 把它稍加整理之後 會得到右邊這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 在這裡是 這個是一個 等比技術 那把它相加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 m的h 十方-1 再除以m-1 然後會得到這個 好 再過來就是 那你這個 到底有多少key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個資料 那我們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最多是m-1的資料 你m條路 那所以每一個點最多是m-1的資料 那你就把這個子啊 把這個子再清一m-1 所以m-1就得到這個 因為你最多有m 每一個點最多有m的資料 m-1的資料 所以你把它清清幣之路呢 這個刪掉了 好 再下來是 我們來介紹這個 Mate OS X3 裡面喔 比較有名的 一個叫做Vtree 那這個是 真正在很多應用上面都會用到這麼一個方式的 這個Vtree是 是一種這個 m-1的tree 但是呢它有些限制 那有些什麼限制呢 這個限制喔 除了Root 之外 Root 的話你可以有 2條路 或者你可以有2條路 或者是m條路 因為我們本來點最多是m條路 所以這個Root 所以這個Root 這個是你可以有2條路 換句話說呢 你可以在這個旁邊 注記一下 Root 的資料 就是一個 一個資料 最多到m的資料 m-1的資料 m條路就是m-1的資料 記得嗎 m-1的資料 所以你的Root 呢 就是一個資料 到這個m-1的資料 那我覺得你把它注記一下 一個資料這個 比較容易記起來 因為這個2不容易記 你會覺得幾個2有為是一個2 它其實就是一個資料 兩條路嘛 兩條路所以它就是一個資料 那這個Root 比較特別 除了這之外 其他每一個點 它的Root 的個數 就是在 m本來就是不能超過的 m不能超過的 然後呢 這是2分m m 就是一半 所以你的Root的這個 個數法就是 從一半 2分之m 一半 到最多的m 為止 這個是其他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再過來 第三個個性 所有的External Log 都是在同一子 全部在同一子 那我們將來如果 請問考試問題 v3的定義 v3的定義 就是這三點 這個就是v3的定義 對 那還是各位 v3的定義 好 那這個v3衍生過來的 兩個比較特別的 一個叫做233 一個叫做2343 v3的定義 你的order如果是3 order3的話就是 你是這個 這邊是m 把m改成3 把m改成3 那你的3的一半 這個m改成3 3的一半就是 2 那3滿的時候就是3 所以你的 裡面的點 每一個點 的資料 的這個 路到底有幾條呢 裡面 就是2跟3 m3是滿的 根本就是2 兩條路或者三條路 所以你這個order如果是3 order3的話 那你自然而然 你的tree裡面 就是你的這個 個數 路的個數就是 這邊是2 到3之間 所以這個23 2 3 3 這個 顧名思義 因為它是order3 從這邊定義來的 這個沒有特別的 就是 因為它 你把3改進去 它自然是2 2跟3 另外一個是234 那234這裡也是要 如果你把這個order4 把4把它放進去 那最多是4 最少是一半 一半就是2 所以你這個裡面的點 每一個點的話 它的路的個數就是 234之間 234 所以這個234基本上是 有這個 v3的order4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特別去看 order2 order2基本上 不太有討論 但是order2就是 所有點都是 兩條路 因為你不能再少 所有點都是兩條路 好那再下來就是 這個v3 我們點的數量剛才是說有限制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可以去算一下 那這個v3到底有幾個資料在裡面 這個orderm 然後高度是h的時候 到底有幾個連在裡面 那首先是這個部分 到底有幾個連在裡面 這個部分你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部分是從這個 鋼的什麼 鋼第四頁這邊來的 到底裡面有幾個資料 m的h次方 -1 最多有這麼多資料 那你這個v3也是一個 orderm的一個tree 所以你最多就是 最多是這裡 m的h次方-1 就是非常自然 然後最少呢 那最少就是 剛說過的就是 2分之m 2分之m 所以你這個 比較小的時候是2分之m 然後呢 這個我們要看的時候 如果root比較奇怪的 root可以是 root可以是 兩條路 其他的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看 這裡有一個m的tree 這裡有一個mtree 所以最少的時候是怎麼樣 最少的時候是一個 這個orderm的tree ordermtree的話 它每一個點都是2分之m 最小的時候 這個每一個點都是2分之m 然後這個root 他就兩個路 所以下面這一句話 下面這一句話 是來告訴你說 這個怎麼算出來的 下面這一句話 是告訴你說這個怎麼算 這個算的方式是由這邊來的 就是我們的root 現在在講最少的情況 現在在講最少的情況 那最少的情況的話就是 你會有 兩條路 這邊 這邊我們寫錯了 有一直的one key 應該是這樣子的key而已 這個應該是root 這個是root 不是key 這個應該是root 這個不是key 是不是有幾條路 所以就是把這個全部把它相加 把左邊的這個相加 跟這個 把它相加 然後再加上root一個點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得到 到底有幾個note 就這麼多 有這麼多的key 那最後 最後 最後 最後你就是把它 這個 取它的 把這個取dog 把這個h取dog 它就小一點 那所以 這裡告訴我們 什麼東西呢 就是 我們的這個key的高度 是 這個東西 這個 你的key的 key的資料量取dog所得到的 那我們下面這邊有個範例 就你這個tree啊 到底有多大 有一個範例 假設一個vtree 你的order是m200 orderm200條路 然後你的點的數量 有到 10的6之方 100萬 2乘以10的6之方 200萬 你的資料有200萬個 然後你的m200 那這時候呢 你的tree的高度 只有3 tree的高度 只有3 所以這個tree的高度 我們就盡量把它壓力 會到達只有3 好 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是一個 23 23的數 233 所以 每一個點 它就是 兩條路或者三條路 那所以這個 像這個的話 這個是兩條路下來 那這個是三條路下來 這個已經到底了 就沒有了 好 那雖然也一樣 這個 vtree也是一樣 它是能夠做搜尋的 所以它的資料數據的話 當然是 按照數據的 在40的左邊都是比40是小的 在40的右邊都是比40還要大的 然後這個是 234的tree 是order4 那order4的話就是 你每一個點的這個路 就是有 234這種 這個情況 那是 也一樣 在70的左邊的這個 tree的資料都是比70還要小 在70到80之間的 這個就是 在70跟80之間的 比80還要大的一個比方 那我們這個空的地方就代表說 它目前沒有放資料 那它最多可以放 三個資料 那四條路最多三個資料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看一些範例 那我們經常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印射跟體力 好 那 我們這邊假設這個是一個order5的tree 記得啊 這個order5就是5條路 那這個 所以 它的這個數量 這個5條路就是 3到5之間 這個2分之m 取上 取上限 2分之5 取上限 1分之5 這個是等於3 所以你的這個 路通話就是 3到5之間 就是路的個數 那你的資料量呢 你的資料量就是 多少減1 所以你的資料量就是 2到4之間 這是你的資料量 2到4之間 所以這個order5 我們的最大 一個點能過的資料 就最多4個 最少2個 好那現在我們要把385把它加進去 382把它加進去 這個382我們從這邊來看 首先看一下這個382在320到540之間 所以要多1個加 382比430還要小 所以要多1個加 382應該放在這裡 好可是這個點已經滿了 他只能放4個資料 不能再放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能夠放進去的話 就非常單純的 我們現在看的都是那些比較特別的情況要處理的 那如果你放進去的時候 資料沒有滿就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放進去的時候 滿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把 這個點把它Split 那Split的時候就是 各位看一下 這個split的時候 這個是要放382 但是呢 因為你 你不能放5個資料 你只能放最多放4個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這一個Node 把它split 把它分割變成兩個Node 那分割的情況的話 分割的情況就變成說 我們把這個382跟380 放進去Node 然後406跟412放進去Node 中間這個39我就撒 好就變這樣 就是 平均把它分下來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想 如果我有個資料 我把它放上去的時候呢 因為你滿了 我們現在把它分成兩個Node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資料 這邊會有兩個資料 還有一個多餘的資料 上升 到達到Talent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呢 上升來的時候呢 它剛好是 這兩個新增加這兩個點的分界點 395上面的分界點 那中間所以 中間那個紙 我們就把它擺上來 放在這邊 好 好再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在增加 518跟508 把它放進來 好那 518放進來說在這裡 對 518放進來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518 還不對 對518放進來沒問題 好再下來我們再把508要放進來 那508應該要 應該會在這裡 那也是一樣喔 這個點滿了 這個點滿了 那這個點滿了 我們就Split 把它分割成兩個 兩個點 那這個兩個 這個分割的時候呢 就是 小的讓兩個放在左邊 所以這個 493 506 這個比較小放左邊 518比較大放右邊 中間這個 不管它是不是新增加了 中間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 Penet這邊來 作為他們的這個分割點 那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所以我們這個Split的方式 這個是 比較單純的情況 那 那 當然各位也要想喔 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分割喔 講到這邊滿了怎麼辦 這個我們剛剛往上擠對不對 去到這個地方 那不然這個 這條也是滿了怎麼辦 一樣繼續分割喔 萬一這個是滿的 譬如說如果 等一下這邊再有一個滿的 然後有一個點呢 要提到它的Penet這邊來 那使得你這個 這個線已經滿了喔 再提一個上來的話 就不能放了 那不能放的話就是 這個點要分割 這個點要分割 就要往上分割 分割完畢之後呢 也是把中間一個 一個紙喔 提到它的Penet這邊來 往上去 所以這個 往上分割不是說 這個一定是分割一次就結束了喔 你如果這邊有問題 我們再繼續往上分割 它的Penet還有問題 再往上分割 那所以這個分割到最後喔 如果你一直都有問題 就一直 往上 就一直分割 然後把中間那個紙往上推 到最後咧 你就長高了喔 如果你一直推到我們Root 那也長高了 好那 剛剛的是Order5的喔 這個我們這邊這個範例是 另外一個是這個Order4的喔 那這個Order4的話 這個座跟這個Order5 其實是類似的 那主播呢 因為你的資料啊 只能放 這個Order5 Order4就是 兩條路三條路四條路 所以你的資料啊 就能夠放123 齁 你能夠容納的資料量是123 那麼你看這個情況喔 假設今天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增加一個新的資料 102 要放進去 那你的資料量怎麼是123 你不可以是4 那這時候咧怎麼辦呢 我們就一樣要分割 那分割勒 這個 你不可以不可能兩邊是一樣多喔 分割完畢之後呢 左邊22 右邊1 然後中間那個102就上來了 那所以呢這個我們是什麼 向左邊 BIOS 就是 偏差 BIOS這個偏差喔 我們說對某某人有偏見 那個字叫BIOS 偏見偏差 所以我們就向左邊偏 那左邊的資料量比較多 右邊的資料量比較少 向左邊偏 另外一個方式齁 你也可以向右邊偏 那向右邊偏就是 你一樣齁 這個四個齁 這個四個齁 在分割的時候呢 你 右邊兩個 左邊一個 剩下中間那個 放到 他的這個 parent 所以這個是向右邊偏 那當然這兩個做法 這個都可以啦 你可以向左邊 也可以向右邊齁 好 好 那這個 我們在這邊稍微先做一下 結論齁 這個 Tree齁 記得齁 我們這個Tree的話是這個 我們的 所有的 LeafNode 在同一層 要記得齁 這個跟我們的MyTree不太一樣 我們MyTree的話每一次音色的 一定是音色在LeafNode的地方 那所以LeafNode會長高 因為你增加一個新的LeafNode會長高 我們這裡從來不會增加一個新 這個 不會 不會往下長齁 我們只會Sprick 像剛剛這邊有問題 我們把它分割 分割完畢之後你不能說他資料太多了 往下 往下 長高齁 不會往下長高的 我們只會Sprick Sprick的時候咧 如果不行 這個Sprick的時候咧 我們就提升一個點到它Parent 如果這個Parent還有問題 也是滿的 我們再把它Sprick 提升一個點到它Parent 如果這個是Root 如果這是Root 如果這是Root 那你提升一個點到這邊來 之後呢怎麼辦呢 這個又是滿了怎麼辦 我們再提升一個點往上 往上的時候那個Root 裡面就只有一筆資料 所以我們為什麼剛剛說 我們RootRoot 非常特別 它裡面的資料量 可能只有一筆 因為你剛剛你全部都是滿的時候咧 往上提升 這個再往上提升 就變成新的Root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V3長高 不是從下面的Root 長高 是從Root長高 什麼什麼長高 當你一路上 都需要Sprick 都需要Sprick的時候 從你的Root 往上看 都需要Sprick的時候 而且 原來的Root已經滿了 那這時候你的Root就長高了 增加一個新的Root 那這時候你的去就長高了 好 再下來是我們來看一下 刪除的情況 那這個刪除 假設我們要刪除 譬如說這個是 1263調 假設我們這個搜尋完畢之後 1263調 那就非常容易的 這個我們這個標題是Order5的 所以你的資料量可以2到4之間 那你這個1263調 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1263調 符合我們規則 在2到4之間 所以 如果你要刪掉的東西啊 這個 在2到4之間 這個是沒問題的 現在 我要把1133調 那1133調之後呢 你的資料量變少了 齁 那不能符合我們的2到4之間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做 第一種方式叫做Rotation 好 好那你現在把這個1133調 那我們現在就是 Rotation就是做全能把 這個資料把它轉過來 所以這裡齁 就從這邊 這個 這個組件了齁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把它轉過來 那轉過來的話其實 另外一種方式叫做Shift 把這個把Shift過來 所以你就是把120把它掉下來 然後把這裡面的齁 把這裡面的126把它放上去 就變成這樣 這個不見了 那我們就這邊 做一下旋轉齁 所以就把120這裡 把它 掉下來 放在這邊 然後把右邊的126把它放上去 那當然這個時候是 你的這個齁 這個你的 兄弟之間啊這邊啊 是有足夠的資料 可以讓你旋轉 這邊是有三筆資料 可以讓你旋轉 那所以我們這個旋轉就結束了 在下一個情況 你的兄弟 沒得旋轉 這個120 36之後啊 這邊沒得旋轉 因為你一旋轉之後啊 你的兄弟這邊也少了一個資料 所以不能旋轉 那不能旋轉怎麼辦呢 就合併 就把他卡賣在一起 把他合併在一起 好所以 我們現在把這個120翻掉 那你的這個 左右兄弟都沒辦法旋轉 因為他們的資料都不夠了 所以這個以後我們就把他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的話就是把這幾個把都在一起 所以這個合併的話就有點像我們剛剛那個月喔 Spray的分割了一個相反的動作 我們就把這幾個把它合在一起 那這幾個合在一起之後呢 就下來了喔 就變成這個 那你的2 parent抓一個下來 把這個合在一起 那你的資料量剛好等於4 你刪掉一個 那你左右都不夠了喔 所以你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兩個 再加你的pair的這個 剛好等於4個 就放下來了 變成h 好那當然也有更複雜了喔 這個 這個是合併之後在rotate的喔 我們現在把65刪掉 好那這個65刪掉的話 這個 這個地方就不夠了喔 所以我們就把72 80 這個這幾個 還有92這幾個喔 我們就把合併在一起 那你用合併在一起的時候 你又從你的pair的抓一個下來 那你從pair的抓一個下來的話 你的pair的就不夠了 那怎麼辦呢 他的兄弟剛好有多一點 就把他轉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咧 你就把這邊的這個 你的這個 兄弟這邊喔 轉一個過來 好 那轉過來說 這個180就上來了 180就上來了 所以就變成這樣 180 那當然180 像原來左邊的這一塊 173的這一格的話 就會過來這邊變成 170的 對右邊的這個小孩 還是個地方 那總是非常單純的 就是我們這個旋轉喔 一定要保持我們的 這個in order 是不變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喔 他那還是一個search tree 所以呢就是 我們在這邊 把這兩個把它合併在一起之後 這邊做一下旋轉 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 好這塊是 最後一個case 那這個最後一個case就是 你現在把173翻掉 那刪掉的話就是 也是不夠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 先把它做合併 這個刪掉之後喔 我們先做合併 那就是把這幾個 把合併在一起 好那你這個 這個parent 這個170被 被拿走之後呢 他又少一個 少一個人沒得旋轉 因為他兄弟都沒 都不夠 沒得旋轉 所以呢 他再把他的這個 跟他兄弟就合併在一起 所以這個150喔 150跟這個 180喔 我們就把他合併在一起 把這幾個合併在一起 好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原來的這個喔 1 這幾個喔 153喔 153 162 170 還有178在這邊 然後新的這個喔 他的parent 這個是150 180 還要220 280 還要220在一起 好那 這個動作會做到什麼時候才準備 這個你往下抓 現在這裡有三個 OK 那萬一這裡只有一個 那個就是root喔 如果那邊只有一個的話 他就root了 那被你抓下來之後呢 root就不見了 root不見的話就是 你新產生這個就是新的root 剛剛那個root就不見了 我們這整個 就排了一層 好所以我們的 這個v3啊 什麼時候會降低一層 就是經過一再的和平之後啊 這邊講喔 我們的v3什麼時候會 手就一層了 我們就是剛剛的動作啊 一直往上做到root為止 那如果你做到root的時候 你的root只有一個key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root把它刪掉了 因為你被抓下來被刪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root的 這個 就不見了喔 那你的高度啊 就減少 這就是你降低 高度的一個方式 好那這個 最後在這邊做一下結論 就是 我們的v3裡面的 insert、delete跟search 所需要的時間都是order、lock end的時間 那這個n代表我們的 點的數 代表我們的 這個 配你們的數量喔 代表裡面的 這個數量 好我們在這邊修 先下課休息